107年公投法修法的時候 就已經給了中選會公投電子連署不在籍投票 還有相關的法源依據 我記得我們上回去拜訪中選會的時候 有關於關心不在籍投票的相關事件 中選會說去年的5月就已經把案子送到行政院 中華民國號稱科技大國 現在這個電子連署的部分事實上是相當容易的 系統上限是相當容易的 不在籍投票是幫助人民 就是可以節省往返的相關的費用跟時間 那這些都是中選會現在應該馬上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看到行政院 實時在這一方面法律的修正部分 實時沒有進展 甚至還反對公投綁大選 還要求這次公投綁大選的國民黨這個提案裡頭 要人民站出來投不同議票 所以民黨從執政以後所作所為 都完全的真的和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馳 所以我們這邊再次呼籲 這個中選會 李主委 你們是獨立的機關 不要講出那種那麼不中立的話 尤其這四大公投案的這個 相關的這個議題 中選會實在 雖然我們大家一直說是東廠 但是你也不要一直這樣 迫不及待的就表現出你就是東廠 不要站出來說不適合你這個身份的這種話 所以我們還是再次在這邊呼籲 行政院趕快把電子連署不在即投票 相關的這個法律送到立法院來 以上謝謝 為什麼不能綁大選 但是修憲公投可以綁 立法院尤其坤院長上個禮拜才說 修憲復決現在大家有共識 希望要配合2022年9和1選舉一起投票 民進黨的柯建民總召 更在2月接受媒體訪問時說 修憲案若不併2022的大選 根本是自殺式的修憲 我們想請教 若是修憲可以綁 但是公投卻不能綁 道理何在 今天國民黨黨團當然也提出另外一個重要的訴求 就是希望蔡英文總統能夠接受 在修憲之前召開國事會議 修憲這件事情 絕對不是一黨一派單獨的想法或意志 必須集結所有的政黨以及民間的想法 我想過去在李登輝先生的時代 修憲在1990年的時候 修憲 召開了相關的國事會議 最後促成了總統的直選 而後來在1996年的國事會議裡面 修憲促成了後來的精神 相關的政治變革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呼籲蔡英文總統跟執政黨 能夠開大門走大路 不要只想用自己的想法來主導接下來的修憲 必須把各政黨的意志以及民間相關的想法 能夠納入這一次的修憲當中 畢竟修憲的工程非常的不易 應該避其功於一役 而不應該草率為之 所以我想國民黨今天也呼籲蔡英文總統 能夠針對召開相關的國事會議 讓全民以及各方有志之士 都可以提出他相關的見解 如何在修憲上面 能夠有一個更前進的做法 我們相信這才是中華民國憲法之福 也才是我們台灣人民之福 itarian李琦 要把主要 harmon家都 giants 要成為福 有沒有禮得